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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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其中脑组织是最主要的 其次是脑基业 这些构成了颅类的内容物 颅类压主要是来自心脏周期性搏动和呼吸运动 影响导致颅类血管搏动而产生的一个压力 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包括一个摒弃 咳嗽 负重 用力排便这些情况下 胸腹压增高 颅类压也会随着增高 所以在某一些病理情况下 病人可能已经属于一个颅类压偏高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尽量交代病人 就减少这些摒弃 咳嗽 负重 排便的这些情况 就是说避免发生危险 那颅类压的调节和代糖的机制 大家主要是要了解一个 它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是一个脑基业的调节 脉络从每分钟产生的脑基业 大概是0.3-0.5毫升 然后每天的总量大概是400-500毫升 然后在颅类压增高的时候 脑基业的吸收量是增加 可达到2毫升每分钟 从这对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颅类压增高的时候 它吸收是加快 同时还伴有分泌的减少 脑基业被挤出颅腔 从而降低了颅类压 这是最主要一个调节途径 第二方面就是脑血流的减少 颅类静脉系统血液被挤出颅腔 相对来说这个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占的比重比较小 第三部分是脑组织 就是颅类高压的时候 续胞外液和细胞内液减少 然后就像受压的一个海绵一样 把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然后脑组织的体积缩小 然后降低颅类压 这个它缓冲的余地也很小 主要还是以脑基础的调节 是最主要的 允许增加的颅类链接的容积 只有5% 就70毫升 就如果它出血或者脏位的这些 急性的一个体积 它大于70毫升 那这时候它是肯定是超过它的一个临界 所以产生严重的一个临床表现 那颅类压增高的原因呢 包括几方面 第一就是一个内容物 内容物呢包括原来的一个内容物 还有一个新生的一个脏位变变 第二方面就是颅腔的一个容积的一个减少 那内容物来说 刚才大家知道 它包括三部分 一个脑的体积 脑基液和血流 那像脑体积增大 多数发生脑水肿 脑基液增多 就是脑积水 脑血流量增加 有一些血管扩张 或者一些倒血情况下也会出现 颅类站位性变变 包括血肿 肿瘤 脑肿各种 就是说新生的一些 一些站位 在颅类发生以后 它都会增加了颅类 这种容物的体积 从而导致了颅类高压 那另外一方面 颅腔容积的减少 这相对来说 就是说 主要就是一个先天的一个霞颅症 还有一些颅底凹陷症 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后天来说 就有一部分病人出现一个什么 比如说凹陷性 巨大的一个凹陷性骨折 这种情况下 它可能颅腔容积也是缩小 那大家主要知道 就是说它主要是一个内容增加 引起了一个颅类高压的一个原因 那颅类高压的 引起颅类高压的因素来说 第一就是年龄 应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很典型一个巨头 先天性老鸡水的一个巨头 它的头围量起来大概是有63 64厘米 正常成人的头围是多少 只有54到56 所以来说呢 它已经是 才10个月 它的头围就已经严重超过成人 大家可以从此工程上可以看到 它的 它的脑势已经明显扩张 皮层是明显缩小 那这种情况下 它这个脑积水是很严重 为什么它会 头围会增加到这么多呢 因为它的股份未必 所以呢 小额的股份未必 所以一旦出现这个 颅类高压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这个 股份的一个扩张 然后呢 增大 颅类容积 从而达到它的这个 缓解压力的一个目的 但 这也是一个因与我的一个特点 老年人呢 它有什么特点 老年人多数来说 它出现一个脑萎 脑萎之后 它相对 颅类就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一旦出现一个 出血 比如说一些慢性出血 或者 或者一些肿瘤的情况下 它可能要 等到病灶发展到 比较严重的时候 才会出现一个 颅类高压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是年龄 对颅类压的一个影响 第二方面呢 就是一个病变的一个扩张速度 Lenlit 体肌压力曲线 这个是颅类压 颅类压和体肌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曲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时候 就是和病人谈病情的时候 都要讲到这方面 那这个曲线呢 是1965年 就是说 Lenlit 它在狗身上做实验的时候 得出了一个结论 它是怎么做呢 就是说 它在狗的一个颅类 一模外 然后放置一个球囊 通过每小时一毫升 就往里面住宿生理盐水 然后进行观察 发现什么 到第四毫升的时候 它突然间压力明显升高 成一个指数 指数增长的一个关系 那就是说 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呢 它颅类对容积的增加有一个代偿 所以呢 它刚开始打四毫升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平缓的曲线 等到达到临界点之后 注入极少量的液体 它颅类压大幅的升高 这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明显升高成一个指数关系 超过临界点 就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了 它是一个代偿力耗尽 颅类容积稍微的增加 就可以使颅类压聚增 从而出现这个脑上 发生这个中速衰竭的这个现象 那它这个曲线来说呢 它有这以下3.1 第一 就是说颅类压的增高 与颅腔内容积 增长的速度和程度密切相关 第二 它超过临界点时 释放少量的脑基液 即可见颅类压明显降低 第三 颅类压在临界点以下 释放少量的脑基液 只是一个微小的压力下降 主要来说呢 就是说在超过临界点的这个时候 病情变化是很快的 同时你如果能够 迅速的释放少量的脑基液 或者说通过一些手段 用药各方面 然后能够迅速的降低颅类压 挽救病人的生命 这是它这个压力曲线的一个意义 那第三点来说呢 就是说一个病变的部位 中线后颅窩 因为中线和大家都知道 中线后颅窩 它都是一个 就是说有脑式系统的一个 循环的一个通路 所以呢 中线和后颅窩 一些微小的病变 如果一旦它的位置刚好是 梗阻到了它的脑式系统 那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个梗阻性脑基碎 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颅类高压 所以呢 它病变的部位也是很重要的 可能比它病变的大小更 对病人的危害更大 那大静脉痘附近的病变呢 它可能会影响静脉回流 以及脑基液的一个吸收过程 所以呢它也可能会 比较早就引起一个 颅类高压的一个情况 这是变部位对颅类高压的一个影响 那第四点来说呢 就是说半发脑水肿的程度 同样大小的一个病变 它有一些 它可能边上的这个 这些炎性反应特别严重 它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脑水肿 这时候大家看 同样这么一个病召的话 它边上的这圈 黑黑的这圈 它就是一个脑水肿 那这种情况多数来说 是一些炎症反应 那主要呢 脑浓肿 还有呢一些转移流 转移流呢 它因为病变发展的一个速度比较快 所以呢 边上也多数是半有一个严重的一个水肿 那这种半有脑水肿的程度 越厉害 它颅类压增高也是越明显的 那第五部分 第五点就是说 它全身一些情况 肝肾功能一些障碍啦 感染啦 酸碱失痕等 但是呢 这些它不是直接引起 颅类压的升高 它是引起一个激发的脑水肿 脑水肿 从而增加了颅类荣物 引起了颅类高压 这个是一个全身情况 那颅类压增高的一个后果 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脑水流量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脑神经 它是一个对缺血缺氧最敏感 最容易损伤的一个组织 所以来说呢 就是说 它为了保证脑的足够的供血供氧 那它有一个自节 一个调节 要保持脑水流量的一个横点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式 就是总结出来一个脑水流量的 和这个动脉压颅类压 以及血管阻力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图 平均动脉压减颅类压 就得到一个贯注压 这个贯注压的正常值是70-90毫米拱柱 血管阻力正常是1.2-2.5毫米拱柱 这样子就可以初步的计算出脑的一个血流量 然后血流量来说呢 它在颅类压升高的时候呢 它可以通过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 脑血管的一个扩张 扩张之后 它分母小分母小了 同时它就能够达到提升了 提升脑血流量的一个目的 第二方面 可能颅类高压的时候 便会出现一个血压的升高 这也是一个代弹机制 就是说为了提高这个贯注压 这是一个为了保持脑血流量的恒电 然后通过它这两方面来调节 当脑贯注压小于40毫米拱柱的时候 那这个自动调节的这个机制是失效 这个时候脑的血流量是越来越少 缺血缺氧就进一步发展 那第二个后果呢 它是一个脑组织的移位引起脑散 那在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说 那现在就跳过 第三点呢 就是说一个脑水肿 它会主要出现两种 一种是细胞毒性的一个脑水肿 第二个是血管原性的一个脑水肿 那细胞毒性呢 主要是因为细胞缺血缺氧 然后呢细胞类水分的一个增加 血管原性呢 就是说在这些肿瘤啦 炎症的早期 它可能就出现了一个血脑屏障破坏 然后细胞外间隙水分增加 第四点就是枯醒反应 枯醒反应是大家是在临床上是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就是说在观察病人的时候 就一定要记得 它是有一个枯醒反应 在颅类高压的时候 它是1900年 然后Kushin也是在狗身上做实验发现的 它这个图是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它往狗的猪瓦膜下腔灌住生理盐水 然后呢这边是测量 一个是颅类压 一个是动脉压 就是说当颅类压在持续增加的过程中 就是说你往下面加入生理盐水的时候 它颅类压是增高的 增高的过程中 然后这动脉压和颅类压中间的就是一个脉压差 就是脑的灌注压 那这个灌注压来说呢 就是说 除了这个颅类压的身高 它狗呢就出现了这个两慢一高 血压身高脉搏减慢 还有呼吸一个不规则 甚至出现潮湿呼吸 最后呼吸是减慢是暂停 那它这个呢 两慢一高 是急性颅类压增高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大家看这个图来说 就是说它是1900年做的 那第五方面呢 就是一个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稳乱消化道出血 那主要是记住一个是枯寻溃疡 就是应激性溃疡 它是因为颅类高压的时候呢 下丘脑的植物神经中枢缺血 导致功能紊乱而引起的 那第六点呢 是一个神经原性的一个肺水肿 它病人呢 就出现肺水肿相应的这些泡沫痰啊 这些经典 典型的一个症状 但相对来说呢 大家主要还是要记住前面这几点 就是说脑血流影响 脑伤 脑水肿和枯寻反应 就是说 这些是临床上看到更多的一个情况 那颅类压增高的类型呢 根据病因的不同 就可以分类 分为弥漫型和菊造型 弥漫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整个脑 全脑 它都是出现一个弥 没有说哪一个地方 压力特别高 它是没有一个压力差的 它这种主要是出现在一个弥漫性的 一个脑膜脑炎 还有一个弥漫性脑水肿 还有交通性脑积水这些情况 它全脑 它是压力是均衡的 所以它是没有脑组织一个移位 但这种情况下 病人的耐受性是比较大 所以病情不会特别急 在早期 那菊造性来说 它是有一个脑组织之间 是有一个压力有一个差 所以会出现一个脑组织移位 病人可能出现症状比较早 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小 那根据病变发展的快慢 分为三类 极 亚极 和慢性 那极性来说就是短期类 颅类压迅速增高 那这种情况下 多数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颅类初学 第二个是亚极性 那亚极性来说就是说 它的发展速度没有极性那么快 但是它也是相对来说 也是发展比较迅速 它是建于各类的一些 恶性的肿瘤 还有一些炎症 那慢性来说就是一些 良性的一些病变 那这种情况下 病人的耐受性是很好可能 你在影像上看到病人已经是明显 就是说影像上是脑上的这些证据 真相是很充足 但是病人可能没症状 它耐受性是特别好 那颅类压增高 引起它的一些疾病 但主要就是一个颅脑损伤 现在目前来说呢 就是说在第四级医院 可能绝大多数神经外科 还是在处理这个颅脑损伤为主 所以呢 这方面是特别重要 那颅类血肿还有脑粗内伤 伴有脑水肿是常见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是颅类是有一个血肿 然后呢引起一个颅类高压 第二点就是颅类的肿瘤 那对于颅类肿瘤来说呢 它80%以上会出现颅类高压 嗯 怎么 80%的颅类肿瘤呢 会出现颅类高压这个情况 那这些呢 就是说跟肿瘤的 刚才说了 大小部位 性质生长速度 还有它这些都有一些关系 其中呢 刚才也强调了 部位是很重要的 中线 后颅窩 还有一个静脉痘盘 这些部位的这些肿瘤 它可能 引起颅类高压的 嗯 就是在比较早期 然后伸展速度越快 它引起颅类高压也越早 啊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 颅类的一个大 巨大的一个肿瘤 这个呢 是一个脑膜瘤 所以呢 病灶相对长到这么大 它病人颅类高压出现了 证据就是说中线移位啊 各方面证据是很明显 但是呢 病人症状不是特别厉害 那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是胶质瘤的一个病人 它病灶并不是这么多 它很多边上是一些脑水肿 就二性肿瘤来说 它很多是伴有脑水肿 而引起它的颅类高压 那第三个是颅类的一个感染 包括脑肿啊 膜脑炎也结合了这些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病灶 其实它就中间这块 但是呢 边上它有一些低密度的影像 这些就是一些水肿 脑水肿 那第四部分是一个血管性疾病 包括脑粗血 还有一个动静脉畸型 这些它也是会引起颅类压增高 那其他呢 包括脑寄生重变 先天性的一些疾病 还有良性的颅类压增高症 和脑缺氧等 那前面这五点呢 它主要都是一个颅类脏位性病变 或者说是颅类的一个水肿 这些情况 先天性疾病 刚才说了 颅底线凹 还有这些夹颅针呢 这些是一些引起颅腔 容积缩小的一些疾病 然后脑积水 那这个是脑积液增多 那良性的颅类压增高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 那这个就称假脑流综合症 它是在比较早期 因为可能影像各方面的检查跟不上 所以呢就说可能 那时候很多颅类压增高是没有发现原因 就只能是按脑流来处理 就来称为假脑流综合症 那脑缺氧呢 它是一个心跳呼吸咒停 以后引起脑缺氧 然后激发脑水肿而引起颅类高压 它这个来说呢 它并不完全是全部都是些心跳咒停 呼吸到梗祖这些病状 包括脑梗塞 它可能也是激发水肿引起颅类压增高 那颅类压增高的连床表现 首先三组针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什么叫三组针 三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第一是头痛 第二是呕吐 第三是四五头水肿 那头痛呢 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它多数来说呢 是发生在早上或者晚上 就是早晚 那病人呢 它主要是疼痛的部位在额孽部为主 它是一个脏痛或撕裂痛的 一个表现的头痛 那它这个很多来说 就是说它跟病 就是说没有特别的一个特征性的头痛 但是呢 如果它伴有其他的这些 那首先我们就考虑 会不会出现颅类压高压的情况 那呕吐 那在头痛的同时 那病人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 那这种呕吐来说呢 那最典型的它是一个喷射性 就是说在饭后 它可能病人吃完饭 一下喷 可能有时候可以喷到半米一米 就是说它喷射性呕吐的这个情况 是很严重的 那四五头水肿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体征 那在临床上来说呢 它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偏慢性 在急性的病人 它可能是没有出现四五头水肿的 那这三个头痛呕吐四五头水肿 这综合起来就称之为 颅类压增高的一个三组增 三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四五头 这个是四五头水肿 水肿的四五头呢 它边缘是模糊的 同时呢 它很有这个静脉曲张 曲张的这些扩张的这些表现 那第四点呢 就是一个意识障碍 及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 就随着颅类压增高之后 它很多就会出现这些 噬碎了反应迟钝昏碎 然后呢 还瞳孔的这些变化 生命体征的这些改变 那这些情况下呢 很多就是已经打到脑散的情况 那我们在后面 我们还会继续再介绍一下 那其他包括 这些头晕啊 这些不是很典型的一些症状 然后呢 小孩子会出现头颅增大 这些颅缝增框分裂 前性饱满这些 刚才我们看那个 先天性脑积水的小孩子 可以看到头颅是明显增大 那它的诊断 颅类高压的诊断 主要靠病死神经系统检查 那病死包括一些症状 那神经系统呢 就是定位体征啊 颅神经啊 运动感觉功能 还有反射这些一些检查手段 那辅助的检查来说呢 主要包括这几方面 那最直接的一个证据是一个腰穿 但是呢 同时 腰穿 又会诱发脑散 所以 我们对于这颅类高压来说 并不是说 所有的病人都要求做一个腰穿 它是一个相对禁忌 腰穿 颅类高压是腰穿的一个相对禁忌 所以大家在临床上一定要是注意 如果证据是很明显 它 颅类高压是已经很明确的时候 那这时候要注意避免进行 那第二个是投入一个照片 这是在早期没有CT持共振症的情况下呢 大家就 就还是投入这个 照片来做一个判断依据 它主要就会有一些哪些真相呢 骨缝的一些分离 就是说股份分离或者一些安躯的一个受压 那其他来说呢 就是脑血管造影主要是针对血管性病变 那现在来说呢 最主要的证据是一个CT和MR 这些无创的这些检查 是对判断颅类的一些病造是最有意义的 就是CT和MR 颅类高压的一个处理原则 这是大家一定要重点掌握 就是说 它的原则来说就是说 颅类压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 保证正常的脑灌注压及能量供应 减轻脑水肿 防止脑移位或脑膳形成 同时呢就是说 争取有时间进行病因治疗 这病因的一个治疗才是根本 你其他的这些处理 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手段 只是为了一个争取时间 病因治疗是一个根本 但是呢在这个危急的时候 就是说你前面就是一定要注意 要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那采用哪一些方法呢 就是说一般处理上来说 主要是观察生命体征还有神经征 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呼吸、脉搏、体温 然后神经系统的神智、瞳孔 这些的观察 然后呼吸道的通刹、水电解质平衡 然后吸压、保持大便通刹 这些都是一般的一个处理 然后处理病因 就是一个病灶的一个切除 如果是脑肌液滞流引起的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分流 或者外引流的一个手术 那药物来说呢 降低颅压的一个治疗 主要是一个高盛性力量机 那高盛性力量机来说 就是说它的一个应用原则 就是意识清楚 颅类压 颅类高压的情况 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那以口服 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情早期的时候 那口服用药 那口服用药包括这些 塑尿、轻率晒晴、乙线做胺这些 这些主要都是通过一个利尿的一个作用 那意识障碍或颅类高压比较重的时候 那我们是选用静脉和肌肉注射 那静脉来说 临床上最常见的是用一个甘露醇 甘露醇 其他来说甘油果糖、塑尿和白蛋白这些也都有用 但相对来说用的最广泛的 效果最确切的 大家还是公认是甘露醇 那激素来说 激素它也会有减轻脑水肿的一个作用 常用的就是地米 还有甘露醇 甘露醇 那第五点就是冬棉 冬棉也是通过降低代谢减少氧耗 来改善脑水肿 常用的冬棉压低温是28-35度 那脑肌液的外引流 刚才提到就是说 它如果脑肌液滞流 那可能通过外引流 直接把它的这个脑肌液引到体外 可以迅速降低颅压 巴比陀的治疗降低代谢 它也可以减少氧耗 辅助一个过度通气 它通过就是说降低体内的二氧化碳 从而使脑血流降低 达到这个降低颅内压的作用 但是呢 联床上一般用的很少 为什么 我们大家知道 颅内压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脑供血不足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在过度换气的时候 它可能脑血流减少 供血更不足 所以一般来说 辅助性的过度换气 我们在联床上多数就是说 在麻醉科的时候 在手术过程中 可能做一个辅助 但是在平时 病人的一个治疗过程中 是比较少用到一个过度换气的 另外抗生素治疗 主要是针对一些颅内感染 或者预防肺部感染这些情况 其他一个症状治疗 这就是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处理 那下面就是说 我们再介绍一下脑扇 脑扇的解剖学基础 那主要是颅腔是分为三部分 被大脑链和双侧的小脑木 就分为上面的 分别是放着左侧右侧的大脑 还有下面是放着脑杠和小脑 它主要分为这三个枪 那中脑呢 在小脑木切剂中间通过 然后呢 念叶的海马回勾回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以中脑的外侧面临近 动眼神经呢 从发出以后 它也是沿着小脑木切剂上行 然后到海绵豆的外侧臂 然后是框上裂 所以呢 这些结构一旦发生脑组织的一个移位之后 它这些结构是很容易受压的 那整骨大孔区区呢 是颅腔与脊髓枪连接处 颜水下端与脊髓枪连接 在背面 然后下缘是以整骨大孔的后缘相对 在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颜水的呼吸中枢 还有心血管中枢 就是在直接在整骨大孔区 所以一旦病情有变化 病人的小脑扁桃体 一往下一压 就直接压到了它的一个呼吸中枢 和一个心血管中枢 这里就是为 这里就可以解释它的一个病情 的一个变化 那脑上的一个形成原因 就是说它某一个分枪有脏位性病变 它压力高于临近的分枪 然后呢脑组织就发生疑胃 导致脑组织血管 颅神经等重要结构的受压疑胃 然后呢挤入脑膜之间的孔道中 引起临床的这些表现 那这就是脑上 临床上最常见来说呢 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是 比如说大脑半球的这个病变 然后呢引起 涅液它的勾回 然后向对侧挤压 这时候呢它直接挤压到中脑 这个就是称之为小脑木切记扇 或者称之为涅液勾回扇 然后呢发生于木下的 它可能是直接挤压小脑扁导体 向下一位 然后直接压到盐水 这个称之为整骨大孔扇 或者是一个小脑扁导体下扇 另外呢还有其他还有一个连下扇 或构围扇 这个临床上就是说相对比较少 临床上主要还是要掌握这下面 小脑木切记扇或 灭构围扇 这是整骨大孔扇 或小脑扁导体下扇 那它的这个病理的过程呢 就是说它一味的脑组织压迫这个脑干 然后呢脑干内血管是要迁拉 严重的话可能有一些分支血管都会出现丝断 出现一个脑干内的一个泪出去 但是呢这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不是特别急 它在临床上观察到来说呢 主要是一个意识的一些变化 然后还有同侧的大脑角受压 引起对侧的一个偏瘫 同侧动眼神经受压 引起动眼神经麻痹的症状 那其他还有一些大脑后动脉的受压 可能是整夜皮层的一个坏事 相对来说 就是说临床上主要观察到的一个是 还是偏瘫 还有动眼神经麻痹的这个症状 那其他来说呢脑扇 它可能会导致脑基液循环通路受阻 然后加重颅类压高压 是病情迅速的一个恶化 那我们下面就说分别来讲一讲 小脑木切记扇和整骨大孔扇 那小脑木切记扇来说呢 它受压的结构 包括中脑 动眼神经还有一个大脑角 那中脑网状结构它的一个正常功能 是一个觉醒 然后它一旦受压 病人就出现什么意识障碍 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 小脑木切记上的病人呢 它意识障碍发生的是比较早 因为它直接压到脑干之后 就出现了意识障碍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它的动眼神经 它的功能是同侧的瞳孔收缩 那受压一旦受压 在刺激的早期它可能会出现 一过线的一个瞳孔缩小 之后呢出现神经麻痹以后 就发生一个瞳孔一个散大 那大脑角它是一个椎体素 所以呢正常的功能是对侧肢体运动 一旦受压之后 是出现一个偏趟的一个症状 这个是小脑木切记扇 它受压的三部分 同时产生相应的一个症状 那这也就解释它一个临床表现 它首先小脑木切记扇 它是来源源于它的乳类高压 所以呢它症状首先第一点 乳类压增高的一个三组症 它是肯定有的 就是说它三组症来说 头痛呕吐是肯定有 但是呢对于四五头水肿 因为对于急性期 它可能不一定出现 就是说太急的情况下 它来不及水肿 它可能就病人病情已经恶化 那意识改变 那这个主要来源于 网状上情激动系统的受害 瞳孔的改变 瞳孔改变呢 早期动眼神经受到刺激 它是一个收缩 刺激以后 神经就产生兴奋 它动眼神经就会出现一个起作用 然后呢就瞳孔缩小 那后期 神经已经不起作用了 麻痹了 这个时候呢 瞳孔是闪大的 那大家要记住 它的瞳孔改变是单侧 是瞳侧 它只能影响到瞳侧的这个瞳孔 当然了在病变晚期 就是病人生命病危的时候呢 它可能因为动眼神经和团受累 它可能是出现双侧瞳孔散大 但在早期的话 它主要是一个单侧的变化 那运动障碍 这主要是大脑脚 受影响压迫 然后引起了对侧的 对侧的偏瘫 生命体征的紊乱 这也是就是说 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可能会出现 哭泉 就两慢一高 血压升高 然后脉搏变慢 呼吸变慢 甚至最后就呼吸心跳停止 它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 这是小脑木切腻上的一个临床表现 那整骨大孔上 它受压来说 一个是局部的一个神经末梢 所以病人可能会有一些 这些疼痛的这些感觉 第二就是一个生命中枢 刚才大家也看了 脑干的一个解剖 整骨大孔区脑干的一个解剖 它这个位置来说 就是说呼吸心跳 都在这附近沿水 所以呢 一旦受压 可能呼吸心跳都受影响 严重的话 就是说很快出现一个 呼吸骤停的一个表现 那它的临床表现 颅内压增高的这个 头痛呕吐 这也是三组针里面的两个 那还有一个生命体征紊乱 它是发现的比较早 还有一部分病人 在病情早期 它可以出现这个疼痛 那因为它病人 就是说病情可能发展比较快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只是在早期 等它昏迷以后 可能你也没办法观察到 那病人的意识 还有瞳孔改变出现的比较晚 而呼吸骤停 这些生命体征是发生很早的 那综合整骨大孔扇 还有小脑木切记扇 两个比较来说 大家要记住两点 第一 就生命体征变化的早晚 出现的早 考虑整骨大孔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然后呢 瞳孔改变和意识障碍出现 瞳孔改变 在小脑木切记扇来说 它是一侧 因为大家基本上观察到病人 都是单侧的一个瞳孔扩大 然后对于整骨大孔扇 它瞳孔改变可能是 就是说不等不规则的 有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 瞳孔改变是不规则的 那另外呢 意识障碍出现的早晚 哪一个早 小脑木切记扇 它很早就压迫中脑 这个网状扇行机动系统 所以它意识障碍出现的比较早 整骨大孔扇 它意识障碍相对出现的比较晚 它主要是一个生命体征变化是早 大家通过这三点 生命体征变化 瞳孔还有意识障碍 就可以初步判断 它病人是发生一个小脑木切记伤 还整骨大孔扇 主要是通过这三点 那脑上的处理来说 最主要就是一个降低颅压 降低颅压 那第一点就是高盛的一个液体 一般来说 临床上刚才也强调了 最主要是一个甘露唇 快速的一个低注 然后呢 在降低颅压的同时 明确病变 然后呢去除病因 这是根本 那病因有时候难以明确 或者无法治疗的时候呢 可以选取一些 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 包括哪一些呢 就是说脑积水 可以选取外引流或者分流 小脑木切记上的 这木上的一个病变呢 可以做一个链肌下减压 就把他的这些链肌 就是说到中颅窝的这部分颅骨 给它去掉 然后呢 他就说给脑组织一个缓冲 这个是相对来说 就是说他增大了颅腔的容积 那整骨大孔扇也是行整肌下减压 他也是把他的整大孔附近的这些骨头咬掉 然后呢 增大了他的一个容积 那以上呢 就是说这颅内高压和脑上的这一章节 那这一章节来说呢 大家主要需要掌握的是这些 那问答方面呢 就是说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原因 影响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颅内压增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颅内压增高的一个临床表现 治疗原则 另外呢 就是小脑木切记上和整骨大孔扇的一个临床表现 还有鉴别 那名词解释来说 就颅内压增高 Landlet曲线 Cushion反应 Cushion苦阳 还有一个三组针 脑扇 就是说大家通过这些问答和解释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对这一章节串起来一起学习 好 清